你不是想把这东西 装在拔柳上吧 立刻吧 这引擎是赛车用的 非法的 你这疯子 当拓海父亲将全新的八六 开到他的面前 随之也带走了他心中的阴霾 隔天清晨 拓海向阿木吹嘘着 全新的八六是多么的牛皮屎 阿木对他说出了今天早上 他CPU妹子时所看到的一些事情 不过你知不知道 大部分人会做的事 神偶尔也会做 阿木带着妹子来到了酒店门口 打算CPU车内的妹子 但由于CPU功力不足 妹子甩了一巴掌后 也匆匆下车了 也在此时阿木看到了 夏树坐在奔驰车内 从酒店门口驶出 作为拓海的挚友 他决定这件事情必要 和拓海做 拓海在家中反复拨打夏树的电话 但始终未能接通 也在此同时 梁介带着车手们找到了拓海 所有人都在等你和你的A186 再去往秋明山的路上 拓海看到了 他就在车里下 也开始怀疑下树 是否是阿木带着你 总会不行 慢慢多远的是你 然后你 你看 你看了没有空间 然后我 空气 空气了 风中空气 很低 很低 每当我想起 早就很累 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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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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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上山的A86 毫不意外地排在最后一阵 飞着赛事逐渐白热滑 三辆车的距离越来越近 几乎贴淡 在一个弯道 拓海和梁界同时利用海水区购湾 超越了还在第一的专业车 所有人注意 所有人注意 有的轿车刚从秋夜公元开出 向山上进发 车手停留意水头车 准备解脉车后 由于突然闯入的车辆进入风子赛道 梁界和拓海都选择了几次 操之过急的专业车手 想利用两人紧速的空梦 实现超车 后应躲闪不及 冲向山坡 此时场上只剩下了拓海和梁界 两人的车如同鬼魅般 在秋明山寺里穿梭 彼此的车技不分伯众 而最后两个弯道是决胜的关键 由于梁界的车 马力太大无法实现 最大成绩的跳舞 而拓海的A86 赢得比赛后的拓海来到了下属回家的必经小路 证实了阿牧所说的话 再快的A86也只能上山 而叔叔的奔驰可以上树 赛车飘逸的轮硬留在了赛道上 当从后视镜开始后方 距离越来越远 前方的路还遥遥无期 那么 就让曾经的印记 留在昨日的赛场吧 哥 家伙队 接近一段在后退 你的风陪在转弱里睡 我一日想美 离开有你的期间